哈喽大家好,我是果妈 之前发现我们家这几个狗狗特别爱玩快递盒 像猫咪一样 但人家猫是水做的 就能塞进很小的盒子里 所以今天我又来搞事情了 看,我准备了这六个大小不同的快递盒 看看我们家的狗子最小能钻进哪一号呢 狗皮第一个 好,进去 我觉得很轻松 这算什么挑战呀 二号,进去 要转一下才做得下 也不是很难呀 好,进去,进三号 好,好,不错,进去 可以的 皮疙瘩还是很苗条的,是不是 我们挑战一下四号好吗 进去 无处下掌 可以的,可以的 进去,果皮 左右为难 不知所措 尝试一下 两个脚进去 这看能算零点五分吧 红果,来,进来 好,按睡起来 做意味 好,来,红果去 轻轻松松 后面还离得这么大 好,三号 红果,来,进来 毫无压力 屁股也进去 红果,先放 四号 四号是盒子 可以,可以,可以 好厉害呀 你怎么这么大 就是脚脚有点紧 你在脚上吧 现在挑战五号了 好,进去 视而不见 这个有点难 难不看了 进去 熟视无睹 这个 装作看不见的样子 见 对 对 为什么当一个狗这么难 六号 也尝试一下 来 来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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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 嘿 七 来,二号 二号 进去 这么肥胖,还可以啊 我虽然胖 但是我柔软 三号 进 这有啥难得 到四号了 啊 他每一个都赶 好棒 大半个屁股露在外面 来 五号 进 这算进去了吗 我是不是很棒 六号了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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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奖励 一个盒子是一个牛肉粒 快点颁奖吧 我都等不及了 火龙果和果汁都是四个半 果皮的三个半 果皮的 果汁的 火龙果的 啊 果皮想吃完了 调整半小时 减零五秒钟 好 好 台湾